灑出細細胡椒粉提升殘典風味 不管加在雞塊上 還是搭配呱呱包都很對味 但以後胡椒粉等調味料 暫時吃不到 頂呱呱公告原物料供應商的檢驗報告 沒有驗出蘇丹宏 有疑慮的商品以自行送檢 保險起見會先暫停供應部分商品 即時起胡椒粉 辣椒粉 椒麻粉 全面暫停供應 待自行檢驗報告合格後 會再恢復提供 另外麥道勞表示 一切遵照法規落實食安管理 產品目前無相關調整 蘇丹宏事件有如雪球越滾越大 擴及範圍增加 人心惶惶 就會避開 很多臺灣傳統小吃 都會用到胡椒粉 好比一碗熱騰騰的貢丸湯 店家表明自家胡椒粉 都是中藥房的胡椒粒 現買現磨 消費者大可放心 口感那種很敏銳的話 他會分得出來 胡椒粒現打的那種香味 所以我們倒還是不是那麼單純 就怕被蘇丹宏這把火燒到消費者提高警覺 餐飲業人人自圍 盼這波食安風暴盡快落幕 三零新聞 張浩義 李文宇 沈萬一 新竹台北 采訪報導